Hello, 大家好, 主 channel 澳門有疫情, 珠海一定緊張 立即拉閘 珠海市疾控中心上午已發布通告 指自6月15號, 含當日以來 在澳門入境珠海人士都要落實7加7 即7日居家隔離家、7日居家健康監測的措施 通告指出自6月15號, 含當日以來 在澳門入境人士應該盡快向所在的社區、單位、酒店報備 落實7日居家隔離家、7日居家健康監測 而澳門紅黃馬區內入境人士更要實施 7日集中隔離家、7日居家隔離 而在今日下午, 澳門健康碼系統一度出了故障 登機, 加上出境措施改了 關閘口岸一帶有大批通關人士滯留 有人索性坐、睡在椅子上 等候核酸結果上到馬通關 有旅客來澳門玩 怎知通關立即收緊 早上立即走到綜藝館檢測 但到下午5時還未上到馬 所以要在關口等 現場所見有多少人出關 有些相信是旅客 有些可能是外勞 家裡根本在內地那邊 要隔離都索性回去 沒得不回 有些旅客說 今次來澳門 剛好撞正 澳門爆疫 真是慘痛的經歷 減低了他們未來來澳門的意欲 至於入境澳門方面 旅客已經沒有 大家都看到 大部分應該都是本地人過來的 或者外勞過來上班 暫時不再回去那邊 看過發財巴車站 你就知道 都沒有人搭車 最難得就是澳伯的姐姐 還在派傳單 那下好東西 真是抵震 至於大家關心的水客 大部分的零售店鋪都關門了 有水客在這裡自自浸 自自浸 在談隔離措施 看看過不過去 都不要過了 有些就照樣取貨 應該都是走完這一水 打算回去兩個星期 再回來澳門 好 這一集我就跟進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視片 美節同意 謝謝大家 下集見 Bye